大家好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播 可能是年初三選擦口 擦口啊 大家不要跟人吵架 那你有沒有跟人吵架?有沒有跟朋友吵架?自己人吵架? 不吵架?成不成得朋友?成不成得夫妻? 好像有這樣的說法 無恩無怨不成父子 有時候這些事情好像搞錯了 要吵架 老朋友通常會吵架 但是吵架 吵架一點 大家相見賓那些夫婦又不得相愛 兩個就是矛盾 矛盾啊 但是似乎是統一的 這個就是辯證法第一條重要原則了 今天是介紹辯證法 辯證法有三條原則的 由於要介紹這部分 可能長一點了 一定不可以一條片做完 辯證法三樣東西的了 不得了的 是吧? 所有事物的智慧規律原來都在這個辯證法裡面的了 就是看哲學家來講 這樣呢 哦 複雜了 我們平時說話和人說話 現在我又在說思考方法 是哲學命題來的 大家都聽過辯證 這件事不辯證 這件事不邏輯 是吧? 那究竟辯證是指什麼呢? 辯和正 要討論一件事 得出結果 很簡單 你要追尋任何一個 別說真理 你講道理你都要跟人爭辯的 爭辯就是辯證 是 是 那就明白了 簡單而已 有空跟人爭辯的 又不行 因為我們要高明一點 所有事情我們講科學也是這樣 你說法律也是這樣 要講清講楚的問題 我們經常講 這樣呢 技術一點 學術一點講 我們辯證的 這件事未經過辯證 那就不是很妥 好像有些道理 不過不是那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們辯證 辯證是什麼呢? 辯證這個字就好像是我們批判一樣 很多人講的 但是很多人認識的 是不是真的通呢? 我就不是很通的 講明了 那些眾多的學說裡面 不過簡單的東西 我經常講 本節目就是將一些理論 那些高深的東西 通識化 皮毛化它 我們都皮毛了這些 因為很多人可能聽過這些 尤其是你要跟別人施辯 那你一定要講一下這些東西 我們都要辯證一件事 那當然是什麼呢? 講一講都多了 大家 就是大家我們要批判看問題 那怎麼可以批判看問題呢? 是不是? 那有機會講批判的理論 是不是? 那現在講辯證 辯證很大件事 就是一般 我講這些這樣的學問 學術 我都不是很高的 入門人士 全部都是入門人士 那我盡可能就是 你要聽得明白 因為我都是教書的 教書如果我將一樣 教法律 講哲學更加 這麼高深的東西 那你是會 認識了那個人 好人在 跟認識的人講 但是旁邊的人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這麼差的東西 那是不妥的 那是不理我們 推廣的這個智慧 那這個當然是大智慧了 辯證 大家聽過正反合物嗎? 一件事有正面 有反提 即是反面 那智慧家講這個黑格爾講的 任何事情都包括它的反面 正面裏面一定有反面 那由於你有正面有反面 反面去質問正面 然後呢 就爭論完一輪 就得出一個結果 那這個就是一個正的結果 但是這個正的結果 如果又可以再出現下一個反面的東西 那你就正 反合 合又是一個正 然後再反 再合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簡單我們講辯證的過程 那就是爭論清楚的事情 但是有沒有這麼簡單 就做完這個節目 還沒做完呢? 那去到黑格爾呢 辯證有三大規律 所以現在呢 首先本集講第一條規律 是 黑格爾講的三大規律 那麼 黑格爾呢就是叫做違心辨證 那麼去到黑格爾跟著的人呢 黑格爾以前都有啦 比如康德啊 好邏輯啦 講矛盾啦 講邏輯啦 所有家都是那個時代啊 就是在以前人的基礎上高深化啦 是否定人啦 講自己一套啦 這樣一路發展下來 去到黑格爾呢就很自大認為 我已經解決了所有哲學的問題 哲學的目的就是找真理嘛 就是這樣啦 這些哲學佬 那結果到今天都沒有 兩百年後都沒有 但是 起碼呢 黑格爾提了一個很龐大的 很邏輯的哲學系統 那他又寫得相當難看的 那真的是專家的專家 我現在才有興趣看的 我都沒有看過 是很難看的 因為純思變純理論 那知道他是真的 但是都很辛苦 但是我就皮無知識啦 我就是二手的了 看當然的資料 那我就嘗試解釋什麼為之辯證 如果你掌握這幾樣東西呢 你很多事情可以解釋到 共產黨是講辯證的 大家知道 你經常說他 就是不行不行 他就好像很不行 那他憑什麼呢 他有理論的武器在手 那當然啦 去到習近平又很兒戲啦 但是第一代的人物 被你老毛啊 再推上老毛的就是 馬克思、列寧 列寧啊 列寧啊 馬克思 因格思、無章東 就是理論去講 那當然是屍成人 那但是其實 馬列寧之前還有一個叫克格爾 那那個才是真的 因為呢 克格爾講的 違心的辯證方法 到馬克思呢 將他違物辯證了 可能大家沒有聽過 都應該知道了 是吧 違物辯證 歷史違物辯證 就是呢 何謂違心何謂違物呢 你可以說主觀、客觀 就是我解不了的 這件事情 你明白就明白 就是違心呢 就是在那個心態 在人的精神思想裡面 發展出去 看那個事物 而違物呢 就是那個已經發生了的事物 外面全世界 包括歷史發生過的事 就是用那個辯證法去套養這些思想 或者是純不思想去想 或者是純不思想去想 我們說的是 馬克思是這麼多的哲學家 去到他是很實用的哲學家 就是他不是再憑空地想一些邏輯的事情 邏輯的事情跟你說 他也是很實際的 把那個哲學應用在實際裡面 革命 所以馬克思有很多理論 當然共產黨又用了他 共產黨依賴他 就是違物的辯證方法 從來都是的了 我們不要因為共產黨 馬克思 你當馬克思是壞人 千萬不要 馬克思那個思想哲學 水平水落局 他是第一個講民主的人 就是十九世紀中已經是推崇民主的 為什麼是這樣呢? 就是因為理論還理論 你用它是怎麼用的 它的理論本身是抽離了的 都是很偉大 所有讀理論哲學的人都知道 馬克思、克格爾這些都是 理論家是偉大的 只不過用它的人不偉大 就是共產黨不偉大 但是你看到吳偉大 用了它都頗有成效 所以你知道它是真實的了 現在我今天講這些 好像很圓 不圓的其實 很實際 如果你 我將來可以講多些 你現在發覺共產黨做事 全部是根據它的辯證法去做 就是它是有一套理論 這些就是行家才知道厲害了 所以你就不要只是否定 是 三個理論是嗎? 是 詳細了一點 因為我要解一解 背景才進入 背景進入 三大規律裡面 我們首先講 第一個規律 是 我怕換了你們 所以講了這個實際的規律 先 第一個規律就是對立統一 什麼是對立統一呢? 變政法第一個規律 第二個規律是什麼呢? 第三個規律是否定的否定 第二個規律呢? 就是量變帶來質變 大家可能聽過 都不容易記住的 這三個規律就是 令到所有事物 得到你的真理 你得到最正的決定 就是一個思考方法 那就是為之 用了這三個東西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你得到最精彩的結論 那就是為之辯證 是 如果你不記得 記得到最初我講 正、反、合 那都是一個辯證的 大家也可能聽過 所謂蘇格拉底的對話 我們講過大規律 現在你看到 不行啊 我們要對話 很多東西要對話 對話是什麼呢? 大規律 辯證呢? 差不多在大陸那裡發展出來 就是對話的過程 經對話的過程呢 你找出那個 道理在哪裡? 然後 如果大家都跟這個辯證過程呢 那理論上就消除了很多 這個 偏見 那大家就 比如法庭 希望大家辯證一件事 是吧? 就是這樣了 那辯證呢 理論上來 我分了三個東西 就是剛剛剛剛介紹的 第一就是對話退了 第二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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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變帶來 側變 側變又會帶來量變 這個 第三呢 就是 否定就否定 那我希望 就是 分了三條來講 因為太複雀了 所以第一條要講 整個辯證是什麼 然後先講它三大規律 這三條就是查清楚了 有人講馬克思 其實不是 應該是克格爾 所以我們不講馬列毛 一定要講回前一個 你看那個時間 康德再前一些 好像跟克格爾差不多時候 康德再前 那這些人都是 就是一脈雙成歐洲這支學 傳下來的 就是思想方法 現在這樣 另一個方法 那 當你如果真的 給點心思想 你覺得這些是很偉大的 就是很厲害的思想方法 而我們所有人 你讀其他學問的東西 後面都是有這些思想方法 所以它的位置之處就是這裡 但是你當然是用思想方法 去研究思想方法 就是相當難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或者不太悶 都能理解到我今天講的話 那你就厲害了 你可以做思想家 還有你可以高層自虛去想問題 那我們講辯證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 那本來就是 一般我們爭脾都是說 大家對話 然後說 你怎麼怎麼邏輯 邏輯就是辯證來的 辯證就是邏輯 那你說 其他學問裡面有沒有 中國的古典 就是哲學裡面 一樣有 辯證這件事情 佛教裡面有 叫做的欣明 講邏輯 其實邏輯學 在我們的語言裡面 有我們的傳統智慧裡面 說下去就知道 矛盾對立統一 剛才這個 給大家看好這個 這個是什麼 太極的圈 那你立刻說 為什麼你放在那裡 這個就是矛盾對立的統一 對立裡面 一樣事物對立裡面 往往有同一樣東西 已經是陰陽 已經講陰陽 老子都是講這些 就是講了 我這裡也介紹過 反者道之動也 明明是對立的東西 變成同一樣東西 一正一負 得出一樣東西就向前走的發展 這個就是這樣了 解一下正式的引用 一切事物本身存在矛盾的 也有叫矛盾論 矛盾不等於對立統一的 對立統一複雜一些 但是你知道什麼叫矛盾 同時存在的 你不要以為矛盾 這件事矛盾了 你沒有矛盾了 但是很多時候矛盾和矛盾 是同時存在的 這就是又要統一了 你有可能有矛盾沒有矛盾嗎? 我拿著矛盾 你就要自然拿著矛盾 我們是不是在對立 但是又統一了 因為大家都需要 如果我只是拿著矛盾 或者永遠拿著矛盾 你打不贏一場戰爭 戰爭的雙方都要同時有矛盾 又要矛盾 是不是? 你有反飛彈 你有飛彈打過 我就要搬一些反飛彈系統了 現在打仗那裡 烏克蘭 這個就是矛盾 矛盾 對立的 兩樣東西是對立的 但是又要統一在這件事 在戰爭裏面 大家這麼說立刻就 是啊 凡是你看到是對立的 但是可能中間是有統一性在 所有事物都包括對立面的 我們聽過這個沒有? 司徒華講得很厲害的 司徒華講過的 他引毛主席講的 我這個純粹是記憶來的 記得他說過這個 覺得當然是挺好的 毛主席 我善意建立我的對立面 原來他說一些辯證的東西 一般人不理解 但是原來背後是理論來的 辯證法的理論 就是對立的東西 我是毛主席講的 我善意建立這件事 所以令到我不會犯錯 才不會犯錯 矛盾的話不如舉例 大家舉例就最容易講的 是不是? 一黨專政好不好? 有好的也不好 當你一個 好像民主制度一樣 我們吵架啊 整天民主派 幾十八派 共產黨現在不是一派來的 外國派 那就沒有了 其他統一了它 共產黨也是這樣 統一了它 那哪有好哪有不好呢? 不知道的 但是在某些時刻 你打仗 你可不可以多多聲? 你看台灣就知道了 藍綠之間長時間吵架 不理有些基本的決策 共產黨就要... 但是你可不可以 只是一派獨大呢? 這樣就容易犯錯了 現在習近平你看到他開始 容易出錯了 你為什麼看李家超好像很愚蠢呢? 鄧炳強一條路數而已 沒人出來罵他 罵他 可能他比較聰明 我們傳統一向都知道 你要有對立的人 所以我們那些千古以來的人 皇帝制度裡面一定要設立一個叫做間官 是嗎? 間以大臣 他就是負責 西方都在觀念 魔鬼便是 那你不要就好了 為什麼要就要呢? 你就知道了 早了就知道 對立是統一的一部分 就是你統一了一個意見 好像是最簡單的 是最後那個步驟 過程是有對立的 變成統一和對立不是兩件事 是一件事 變成就是這樣了 他不會將兩樣對立 當是兩樣水火不容的東西 兩樣東西是可以統一的 最終達到統一的目的 統一在一個結論裡面 從這個過程 對立的過程 得到一個好的結論 這個就是追求真理 哲學是追求最對的東西 當然 這個正面出來之後 可能又要出另一個對立面 正反了 然後又再合起來 又有新的結論出來 有新的論述 新的形態出來 那個就是真的了 其實我們看事物的發展就是這樣了 是不是? 共產黨是善於這件事 習近平沒有這麼理論 背後很多理論家去研究這件事 但是他不是最近 我也介紹過了 他講的 不斷革命 是不是? 不斷革命論 是自我革命 那你如果可以 為什麼要革命呢? 革命就是要找出一個對立面 然後打倒一個對立面 得出一個新的對立面 那就是革命 好聽我們叫隔身 不要每次都打到什麼 打到什麼 但是本身就是 在矛盾裡面搞得到統一的一種思維方法 毛主席也都很流行說這個 是不是? 又團結又鬥爭 我一聽 我讀過一點點簡單 大家不用了 常識都知道 團結就是團結 又鬥爭 那就矛盾了 矛盾就對了 原來他更新一層就是 變正來的 你有矛盾 矛盾和統一 其實是大銀的兩面 我們要併存 所以既是 這個也會對的 有些人不是經常團結 又要鬥爭 自己沒有人跟你鬥 就自己裡面也要鬥 將那個不好的東西挖出來 因為鬥爭的過程 你將黨裡面不好的東西挖出來 改進它 然後去到一個新的境界了 我不是說讚共產黨 它立不倒 還跟西方鬥爭那麼久 中國式共產黨 甚至蘇聯曾經強大過 前蘇聯 甚至乎現在他們都是用這些思想武器 就是改進自己 是不是 你知道了 最近有個新聞說習近平是自我批判的 很多人說 共產黨這個理論你不知道 黨員是要時時自己批判自己的 找出自己的不足 用自我批判的方法 是不是? 我不知道阿超現在有沒有自我批判 你做了半年是這樣的 勞重貿這樣 我們知道在管理學都時時要批判 不過是老闆批判你而已 但是如果沒有老闆的時候 它專政的嘛 共產黨它就自己批判自己 所以這個是既是矛盾 是不是? 這麼好 為什麼要批判自己呢? 又是統一 先有矛盾後有統一 是不是? 然後呢 才是發展 發展就是對立的統一 這個呢 本身是這樣 這個理論在哪個地方呢? 去到卡格爾是最齊整的 就是剛才講的三個大規律 對立的統一 量變帶來質變 還有就是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大家明白了 就是否定的否定 就是肯定 這個下兩集再講 講完這個繼續 它的對立統一其實是有同一性的 就是同一件事 是互相依存的 互相轉化的 然後貫通了它的 有個鬥爭性的 互相排斥的 互相否定的 有個普遍性 無處不待 就說所有事情都有時脈的矛盾面同時存在 西方哲學都有講這些 有這些呢 我們東方哲學剛才講的 陰陽啊 易經啊這些都是 兩東西是對立 但又並存 當然我們說陰陽又圓一些 但是你這樣說你就明白 凡是必須有那個對立 你有善於利用呢 是 你就行了 好了 還有一個一講大家說很厲害 這個矛盾論有兩點的 第一 是 有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大家聽過 革命裡面 有主要敵人 次要敵人 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 你搞清楚誰是主要敵人 誰是次要敵人 民主派還是本土派是你的主要敵人 如果你搞清楚 先打擊主要敵人 放開次要敵人 大家立即明白 哇 果然 現在不明白 我們都反對共產黨 為什麼有一派 它現在對這派好一點 但是 到你勇武抗爭上了街的時候 它先打了你 那時候的主要敵人就是勇武派 是不是 先做勇武派就做親美的 親美的 英美派 然後才做回本土派 原來它分得很清楚 我們分不清楚 如果我分得清楚 我明白這個思維 為什麼我這麼牙策呢 就是這樣 我覺得它在用這個 但是你也聽過 革命搞清楚什麼是主要敵人 團結大多數打擊的小撮 他就分開主次這兩樣東西 毛主席 而這個他背後原來就是來自這個辯證 唯物辯證 還分開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兩樣東西可以互相轉化的嘛 另外有內因 外因 很厲害 事物有內部矛盾 人民內部矛盾 還是敵人矛盾呢 那現在香港 你針對香港的人 究竟這個是內部矛盾來的 香港是中國人 中國的內部矛盾 中港的內部矛盾 還是和國際的矛盾呢 兩樣都存在 是不是 現實的說 沒有其它國家聲援 那你都搞不起來了很多東西 是不是 那些是矛盾來的 那些就是老共來說 我和外部世界的矛盾 和香港人的矛盾 和美國人的矛盾 和英國人的矛盾 國人和國人之間矛盾 哪樣大些呢 內因是哪樣呢 外因是哪樣呢 外因是哪樣呢 外因更重要的 主要呢 次要呢 那 一分鐘這些東西 那它做個情報就比較清楚了 你知道它的思維方式 你都知所自處 是不是有趣呢 講到這樣大家就明白了 雖然講了二十幾分鐘 開始正了 是不是 主要敵人 次要敵人 內因 外因 搞清楚 團結大多數 打擊了 那團結大多數 你就將它擺次要 然後你就可以 黨內也是 鬥 你很奇怪 你為什麼鬥完 國產黨又繼續團結的 不是你死亡的 如果西方的思維 宜教的思維 就是一世了 有死仇的 它們不是的 大家都是變正的 搞清楚之後 是不是 治病救人 那又是黨員了 繼續可以做黨員了 他們習慣了互相鬥爭 鬥完之後 找出一個最好的方法 路線之後 又團結了 共同利益了 共同利益就是他們的主要 是不是 爭權可能就是次要 所以爭輸了 只要主要的利益 保留到 權勢也有一定 沒有了權 沒有了位 錢給你 它就安然退位 那它這些事情搞清楚搞錯的 它們有自己的一套 我們不是很懂得欣賞 我們用我們那一套去想 那就可能看得不通 是不是 大家看得通了一些 繼續講這個矛盾 去到毛主席 列寧 曾經想 有多少否定前人 毛主席就很講矛盾的 但是結果在理論方面 沒得講的了 那些人就說毛主席都是 在哲學裡面是一年級的 所以都是不行的了 它寫過很多這些矛盾論的著作 中國裡面是有人讀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客觀一點去看 那麼它那個思想水平 跟前面的馬克思 克格爾都沒有得比的 就是一個精妙之處 那這個就因為它惡 所以就沒有人敢打它表現 但是學術界就自然清楚 毛主席不何而遲 但是它有很實際 那些東西很實際 還有很入勢 就是將一些 剛才我說的這些 其實可以是 你看到這樣的書 我看的時候都把氣火 那些人寫的 純理論來的 純理論 那你不知道它在講什麼 但是呢 當你去到現實 看看那個人在做著 我一進去 原來它又團結後鬥爭 有這個辯證的關係 在後面 是 舉一些例子 那大家就舒服一些了 毛和盾 都是戰爭用具 都是為了戰場 但是兩個人是相對的 相對之餘 他們是同時運動 要運動都好 有毛沒有盾不行 有盾沒有毛 又是不會 會打輸仗 那大家明白了 工作和休息 誰不想做多些事情 那你沒有休息 你怎麼做事 我每個人都喜歡享受的 不要做事了 休息 那你又沒有成就了 養爛了的人 不但自己個人都沒有勁 大家也知道 工作和休息 其實是矛盾的 但是又是統一的 你要適當的 兩樣東西 同不同意呢 不同意了 我想不同意了 好了 大家又明白了 運動是辛苦的 但是你要健康 你是不是要運動呢 就是你當然可以相信醫生 你都不想見醫生的 你又想見醫生 又不想見醫生 這個都是矛盾 你有病就要見醫生 但是你說天天見醫生 你很開心 不是這樣 所以你想不見他 不想見他就靠運動 是不是 人獨的辛苦 不要運動 不辛苦 不做事 有病就靠醫生 這個是一個方法 但是你明白這個方法不妥 一定不妥 最好運動 然後大致健康 但是兩樣東西 辛苦的運動 那是不是矛盾呢 是矛盾 但是又是統一的 你要運動要辛苦 No pain no gain 很多東西追逐一些東西 都是你過程可能很辛苦 很緊張 很大壓力 但是呢 本身你逃避一件事 你避開這個難的東西 那你也沒有了滿足感 也沒有了成就 所以矛盾裡面是有統一的 吃藥是苦的 是不是 那你可能不好 鼻子可能不吃 苦口良藥 苦的藥 和醫好你是不是有矛盾呢 矛盾 但是又是統一的 是不是 太陽好沒有啊 太陽好 健康 今早就出去曬一下太陽 天天曬著 三十幾度曬你兩個小時 你會死的 是不是矛盾呢 其實是矛盾 但是你又並存的 下雨 下雨 沒有雨下怎麼辦 是飢荒的 因為沒有雨就沒有生物的 沒有萬物之生的 魚是重要的 天天下雨呢 游人家產的 是嗎 你就明白了 原來這些呢 在自然規律裡面呢 矛盾也是統一的 是 是 兩樣東西是並存 而是 你 適當的 這樣 控制著它 那兩樣東西 並不是說 excluing一邊 是 好了 我們講防疫 防疫過度又不行 現在就要共存 是不是矛盾的 盧寵茂是不是矛盾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他就是在辯證裡面 既要矛盾 又要統一 終於要找到一個線了 試一下這面試一下那面 然後找到一個線了 為止矛盾又統一 統一了呢 統一了下次又要有新的 又再矛盾又再統一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辯證過程的第一條規律 對立統一的規律 我們還有兩條規律要講 那兩條就是 就是 哎 興奮 兩邊和側邊 還有就是 否定之否定 就是父父得正 三條規律加起來 就是克格爾提出的 辯證的三大規律 有了這幾樣東西一起看的 那你善於運用這幾樣思維的方法呢 做決策的方法呢 那你就找到真理了 全變了 那去到他講之後呢 就馬克思用他 你也聽過了 唯物辯證 歷史唯物辯證 他是唯物的 相對唯物就是material 就是什麼 就是實質的東西 以克格爾講的是思想性的東西 就是唯心 他在心裡面這樣想而已 是 這樣思考而已 那 他用唯物的方法呢 那就算了 不要講了 因為 你知道是什麼就可以了 因為大約明 就是講的是你主觀客觀 這樣的東西 我剛才講過了 一般人說哲樂家去到馬克思呢 就是一個實力的哲樂家 將那個社會矛盾 階級一轉轉回為革命的理論這樣 那當然也引起其他問題了 然後後人用了它 它是很現實的 就是無產階級的團結這樣 那它背後一大套理論 階級幾大矛盾 但是最終團結來動 就行動了 那這個是它實際的地方 所以它看這些前人 由蘇格拉底講的 談論開始 對話 對談 然後有一些詭辯的術士 這樣 將這些辯論的技巧 一直流傳了幾千年 所以你說辯證 在歷史裡面一直流 就是一些哲樂家 它有不同的解釋 有不同的強調 不同的東西 發展到十九世紀初 就去到克格爾 克格爾 就將它集大成 成為現在我們講的辯證的基礎 之後當然還有人 那個時候也有一些其他的 都是講辯證的科 就是理論家 之後也是 列寧那些 在他們的基礎裡 都發表很多意見 但是我們現在看回 最正的都是馬克思 但是推遲了一些就是克格爾 那馬克思因為是直接 施承他 不是抄他 在他的基礎裡面 將他的辯證變成為為物辯證 他就覺得不是為心的 這些是為物的 現實發生的事情 才做標準 而他用來解釋歷史也是很對的 為物辯證 如果我們現在講究竟習近平都在做什麼呢 革命 革命是為了什麼呢 如果馬克思的理論 他就為了經濟制度 政治制度 就是上層建築 為下層建築服務 馬克思說 就是人類的歷史 其實就是鬥爭的歷史 但是這個鬥爭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物質的利益 為了錢 簡單來說 習近平現在突然 186個月就是為了錢 錢嘛 所以他不是純粹為了鬥爭 再找人鬥 沒有意思了 他的鬥爭目的 上層建築 是不是 政治鬥爭 原來是說下層建築 就是國力發展 這個實際了 所以他為了下層建築 上層建築可以改變 所以他就解釋到他現在做了什麼 就是為什麼他突然間 180度 由絕對防疫必壞 絕對開放 奉富王全 你要知道這些 為什麼他明明已經鬥什麼呢 革命 我革命 就是 階級鬥爭 為什麼毛澤東臨死都還要鬥爭呢 他也是信了這些 就是不斷的鬥爭裡面改變 那個形態就達到最好的形態 正正反反 反反正正正然後正反合 合了之後又正 又再反又再合 這樣呢 不斷革命 共產黨人都說過了 大家都要知道 你有沒有自我批判呢 那香港的對解是沒有了 有沒有呢 叫超哥自己批判自己 如果他肯自我批判 可能他醒了些 他不知道怎麼批判 聽一下案發說話 是啊 可能有個理由 要看你的對立面 我就是你的對立面 我天天看著你 天天隔你 天天罵你 民主派沒有 共產黨的對立面 沒有了 消滅了它 你不喜歡它嘛 消滅了它 沒有了對立面 沒有了變證的 你要自己變證 要自己找些人出來 負責批評政府 現在他在找些人出來 沒有人肯制 沒有人被你國安告的 你有國安是不是維持穩定呢 是啊 矛盾之處呢 沒有了反對聲音 沒有了人出來挑戰你的權威 你開始犯錯誤 是不是 開始你做的事情 不知道它的成效是怎麼樣 沒有人遇見到你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你一個決策之後會出現什麼意思 因為沒有人說 到你做了一個決策 你可能完全想不到那個結果 這些都是辯證 帶給我們 就是說需要你豐富一些的思考 不要只看一面 好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都叫做明白 就算了 我們再簡單的講講 辯證這件事就是 我遲些可能在做一集講 蘇格拉太的辯證 簡單一些 它是不斷問 然後你的答案裡面 我就挑戰你的答案 現在我們天天都在做這件事 天天挑戰它這個那樣 但是如果豐富一些 就是要辯證一些 那就要講辯證法 整個辯證法就是 去到克格爾 習大成做了一套很齊整的辯證 折落它 它認為它已經解決了所有問題 你們不用再爭辯了 折落已經去到終止了 現在當然卡卡聲笑 在後面它再發展了很多人出來 馬克思它就是違心的 就是它純粹是個人 就是用心術人的意志 人的思想去決定一些事情 去想一些事情 有些所謂的 馬克思就是很實地的 落地的 它用這個去解釋 是唯物的 就是物質 物質決定的 就是你的利益就是你的物質 你的社會變化 你的歷史發展 馬克思說的 就是以前的社會是這樣這樣這樣 一直辯證下來 就是由農勞階級的對立 到這個資本家和這個王權的對立 然後到了民主 就有民主派不同的階級 它看不到的 不同的利益團體的對立 現在都是環保、資本家、工人 這些對立 不停的對立 就出現了一些正、反 然後呢 但是它是並存的 我們要記住 現在我覺得 如果你懂辯證 共產黨懂的辯證 它不會把對立的消失了 總要留一些反對的人存在 如果不是它自己會死 因為違反了 矛盾、統一 凡事都要有對立、統一 兩個東西 兩個東西永遠不是相對 又是相對又是統一一件事 必須要共存的 是不是? 所以 講到這裡 覺得 解決了很久的思維上的問題 究竟我的存在價值是什麼 就是繼續屌射的 政府屌射那些我看不順眼的人 當然也要跟它辯駁一番 這個就叫做辯證過程 多重要呢 辯證過程還有兩條大原則 規律的原則 包括兩邊帶來側面 還有 扶負得正 這個叫做否定 就是否定之否定 這樣 下兩集應該都 如果大家喜歡這些思想方法的東西 是不是? 那就不要錯過了 這集是夠了一場氣 下兩集希望短一點 講辯證 講三集也要 這麼大件事 好,多謝大家